这就到点了 各位同学大家好 我们今天继续直播学习 2022年注册会计师考试会计的基础进阶班 相信大家陆陆续续可能会收到这本书了 会计这本书怎么样 今年这本书是不是一个字大 对不对 还是三本 两本大小基础和一本只做好题 唯一你们看到的就是大 大呢因为它旁边是有笔记区的 所以大家平时在学习的时候 包括你在听课的时候 你可以在这个书上进行标注笔记 各位千万别不舍得 有很多同学说 哎呀这个新书我不舍得呀 我跟你讲这书怎么让它能够快速的变旧 你就怎么来 你碰都不碰它 它怎么能变旧 对吧 你要让它旧起来 这样旧了证明你真正用这本书去学习了 听明白了吗 所以各位同学 今年这本书最后等咱们课程都结束之后 咱们可以在微博上发出来赛一下看 今年谁的书又破又旧 好不好 来吧 废话少说 我们把你的书或者讲义翻到223页 223页我们原来第12章或有事项 还有一道例题 这个例题是比较简单的 我带着大家把这道例题给大家讲完 然后我们开启股盆支付 来我们看一下 讲书为增值是一般纳税人 21年和22年发生的有固定资产有关的资料 如下 这是1234要求 然后他说 一 编制讲书构进固定资产相关快递份入 这很简单 第二 判断讲书21年末就该未决诉许案件 是否要确认预计负债 并说明理由 如果确认预计负债 编相关的快递份入 第三 编制讲书服从判决支付款项相相关的快递份入 答案进入人单位万元表示 来吧 我们看一下第一个 说20年8月1日 奖资从公司购入一台不需安装的 A生产设备 并立即投入使用 收到专票 注明价款1000万 增值税130 付款期限是三个月 各位 付款期限三个月 说明这钱我没有付 第一步 他让我们去编 购进固定资产的快递份入 这就白送分了 借固定资产1000 借应交水备 应交增值税的进行税 一百三代 应付账款 1130万 继续 第二 到了11月1日 应付乙公司款项到期 奖公司虽有付款能力 但应该设备在使用过程中出现过故障 与乙公司协商为果 未按时支付 21年12月1日 乙公司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至当年12月31日 人民法院尚未判决 奖公司法律顾问认为 败诉的可能性为70% 这叫什么 很可能 预计支付诉讼费5万 逾期利息20万到30万之间 且这个区间 每个金额的发生可能性相同 首先你要知道 这个诉讼费 我们是要把它记录到 国力费用当中的 然后20到30之间 每个金额可能性相同 那就上下线平均值 对不对 取中间值那应该是25万 所以你要确认预计负债 应该是25万 加这5万 加这一块是30万 加这一块是30万 确认预计负债 那应该是借管理费5万 借洋业外支出25 待预计负债30 继续 22年6月8日 人民法院判决假公司败诉 承担诉讼费5万 并且在室内 向乙公司支付货款 11300万元 注意这个该给 还得给 逾期利息50万 你当时预计的是25 人家现在要50了 判的也是50 继续 说假以公司均服从判决 蒋司在22年6月16日 以银行存款支付了 上诉所有款项 然后再往下 他告诉你 21年财务报告批准报数日 是22年的4月20日 不考虑下一数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这是资产负债表 日后期间的截止日 因为我们现在还没有给大家去介绍资产负债表日后事项 所以这个题不影响 因为它已经是在日后事项之后了 它是在次年6月8号判的 OK 6月16号支付的 那这里有个问题 各位 你看 我们原来确认的预计负债是多少 是5万加上25万 而你现在真正要付给人钱付的是多少 这5万的诉讼费该给还是给 而你需要给人支付的是50万 各位 是不是多了25万呢 那多这20万怎么办 直接进当期随意 听明白了吗 直接进当期随意 来我们看一看 这是第一步 借固定资产1000 借应交税费 应交增值税 进项税130 带应付账款 对不起 1130 然后第二步 问你要不要确认预计负债 先给个答案 是应该确认的 然后并说明理由 各位理由就三条 第一个 限制义务 第二个很可能 第三个 金额能够可靠的计量 说老师这些我说不出来 你把具体的数 你把具体的事 把它描述清楚 也可以 所以说我们应该确认 因为败数可能性达到70%了 因为达到50%以上 我们认为叫很可能 然后金额也能够可靠的计量 所以应该是30万 借营业外支出25 借管理费用5 带预计负债是30 OK继续 到了6月8号这一天 法院判了 他服从判决了 你原来预计负债是30 但是你最后实际要付的是55 这55当中 有5万是诉讼费 有50万是要付给人家的 美约金 所以你会发现 5万的诉讼费 这个没有变化 而你支付的这个美约金 由25万变成了50万 所以在当期 你还应该记录到 营业外支出 有25万 同时要把原来的预计负债 转入到其他应付款当中 那是为什么呢 我上课讲过 那在这里呢 说明我也给大家写出来了 你当时是根据货有事项准则 你确认的预计负债 那个金额是不确定的 未来发生或不发生才能证实 而现在法院已经做出判决了 已经是个确定金额 所以这个时候 它就不叫预计负债 而要转到其他应付款当中 然后你实际支付时 借其他应付款 带银行存款 就把它付出去了 别忘了 你还要付给人家 原来的价款和增值税 所以借其他应付款55 借应付账款1万 对不起 1130 带银行存款 1万 对不起 1185 我今天为什么总数1万呢 难道我今天晚上打麻将 1万能糊吗 各位 1185 这个题很简单 各位 这题也不是我们筑块的题 我有一书一 这是终极有一年的考题 所以我把它放到打好基础当中 在这个阶段 你能把这个题做明白了 就可以了 说清楚了吗 你能把这个题做明白就可以了 听懂了吗 好了 到现在为止 我们就把整个第十二章剩的这个小尾巴 就给大家都讲完了 那么所对应的各位 今天你的客户作业 今天是周几 今天周几 今天是周日 对吧 今天你的客户作业 就是把对应的第十二章 只做好题 要做了 如果你之前已经做了 那恭喜你 如果你之前没做 那么今天晚上 你就把第十二章 所有的题目都要做了 我说